戴文豪、薛柯夫說過 語言是工具, 是武器 很多感情騙子版都拿過油 加上精心設計的表情和動作 那種殺傷力, 真是比原子彈厲害 Jennifer, 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 我因為想著你得仔 也想得我有點風濕 我先走了 你們專業一點, 這麼不專業 我怎麼哄到他落搭呢? 剛才在我面前飛的東西是什麼? 我訂了一個白鴿的白鴿呢? Sam哥, 這裡診所不可以帶動物進來 所以… 你再好一點說 機寫導演就好, 慢點, 站起來 Jennifer 師父, 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 我因為太想念你, 怕得我有點風濕 你是我的風濕膏藥 我希望我這塊風濕膏藥 跟這個醫療圈一樣, 永遠不會過期 一萬元醫療圈? 一萬元醫療圈? 正所謂一輩子流流牆 總有機會遇上感情騙子 很遺憾, 這裡就有一個了 我? 雖然用道具留了一點點 Sam哥, 現在的醫療圈 是用電子形式派發的 不用紙 我知道 這名騙徒不斷強調 醫療圈是不會過期, 是沒有錯的 不過他就沒有告訴大家 醫療圈是有累積上限的 那就糟了, 我現在還有多少錢? 打電話就檢查到了 打什麼?我是護士嘛, 我幫你檢查 Sam哥, 你只花84元而已 原來你真的是空心老官 其實平時利用完醫療圈 我也有給你這張史上紀錄 這張史上紀錄, 餘下也寫得很清楚 這位護士就有軟件 每次用完醫療圈之後 保存一個使用紀錄 那就隨時可以檢查 你今天來請Jenieva打肺炎針 不知道夠不夠 夠也沒用 醫療圈是不能給人用的 又或者幫人付錢的 夠了 Jenieva 我知道Sam不會騙我的 真心對你的人 他也會幫你想想你最需要的是什麼 就像Sam那樣 他就會叫我打預防針 Sam, 我以後會幫你 看著你的醫療圈使用紀錄 那你就不用剩下84元在這裡哄吧 爹…